二丸四房大独洞的样板间上市了,咱们来看看值不值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独洞呢,2500多尺,四房四个卫生间 两车位的标准的车库 样板间呢,就是所见即所得,就是视频里看到的这样 如果是不愿意折腾升级什么的,那这个就是比较合适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拎包入住,甚至院子都做好了 咱们看这个样板间呢,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泳池 而且呢,它这个院子也是比较大的 几乎比这个楼盘70%的房子的院子都是要大的 而且呢,它这个客厅还是蛮宽敞的 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四房四位 也就是说每个房间呢,它都有自己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 所以呢,每个房间都是一个套房 这种房子呢,它其实就是看院子的大小 因为呢,它这后面呢,其实你看到它是一个玻璃的这种推拉门 还有大窗户 如果是院子大的话 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如果是后面紧贴着一堵墙的话,它就不好看 上了二楼之后呢,咱们能看到的它这个大客厅 所以呢,一楼二楼都是有客厅的 四房呢,一楼有一间卧室 二楼有三间 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流行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呢,就是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 因为它整个空间都已经完全的利用起来了 现在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主卧 主卧呢,它对面就是一个大窗户嘛 床的两边各两个窗户 这样的话呢,你把窗户打开,它的采光就非常的好 而且呢,主卧的卫生间都是这样很大的 有浴缸呢,有占浴 这边呢,是它一个衣橱 实际上生活起来呢,就是主卧是在一边 次卧是在另一边 这样的设计会更受欢迎 因为呢,它这样是互不打扰的嘛 所以呢,咱们穿过了这个二楼的客厅 到这边,咱们会看到 这样两个还是很宽敞的这个次卧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它呢,就是用旁边的这个卫生间 而且这个卫生间同时可以给二楼的客厅用 那么在另一间次卧的里面呢 您看,它就有这样自己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它这个功能啊,和空间都利用起来以后 就会感觉很舒服嘛 这种样板间呢,它是要268万 就包含了升级,还有院子都包在里面 而且还有这个地块的价值 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比较省事的选择 但是呢,有的楼盘的样板间 它就是漫天要价 那种就不能考虑 但是呢,如果是合理的话 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就像这栋这样 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房的话 欢迎单独找我 谢谢您的观看